好,那我们跟Ryan谈谈那些航运股 因为昨天都升得比较急 今早开市初段题都做得不错 因为昨天我感觉上 航运股就叫做报复式反弹 因为譬如东方海外 那样升9% 中远就升8% 太平洋航运都升一成 但是这个情况就是 见到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 其实10月中开始就已经回落了 还有看中国的出口集装商 运价指数 还有上海出口集装商运价指数 就是这些航运公司 用来做定价的指标 其实都是在回落 但是股价昨天就有一个大升的情况 其实航运股大家都疑惑了一段时间 因为BDI创新高的时候 其实就有一轮急跌 但是现在见到那个指数 真的回落的时候 反而见到这些股份又升 其实这些股份的走势 都有很多的讨论 有些人觉得 之前那段时间的跌 是一些季节性因素 亦都有人觉得它见了顶 其实你觉得航运股是见了顶 还是有季节性因素 所以出现了一些波动呢? 我觉得个别看的 如果你说见了顶 例如1919距离的顶也很远 那它会不会再见那个顶 会的 但是不是短期内 我觉得始终你上面也积了很多鞋货 说回基本因素 其实你刚刚提到中国一些航线 或者集装商的运价的指数 如果你看回中国六大航线的平均价格 就是一个商 一万美元的概念呢? 六月的时候这个数字大概是八千美元左右 而高位大约是一万一千美元左右 的确是有回落 但是回落幅度又不是很厉害的 运费不是减得很厉害的 它要在一些旺季的时候 确保它的货币可以去如期做到 它其实要跟船公司去签约 或者是做一些协议 我可能在一个特定的时间 我用这个价格去运货 它就可以保证到自己的货可以运出 但是问题是因为中国限电 你令到它很多的生产停顿了 没有货可以运货 它就唯有是卖这些合约出去 你变成了买这些合约 你只能够打个折去买 先前比较恶劣的情况 我甚至听过你可能要半价买 所以船公司就没有减价 但是运货是减了的 或者船公司是轻微的减价 但是实质的运货可能减得很厉害 这个就是集装商的情况 例如1919或者316 他们面对那个情况 我相信仍然会持续偏向比较负面 但是整体来说就不是很差 只不过先前是正面的数据很漂亮 至于杂装商 至于是干散货 就是波罗的海的干散货指数 始终是这些反复一点的 但是你看到太平洋航运 他自己先前也出了一些数据 说回现在平均每天 他一只小龄便货船的租金收入 持续上升的 你看到到9月底的时候 都24,000美元的 而在总计第三季 其实都是22,000多美元的 就是说是一个向上的趋势 现在是26,000多美元 所以在10月的时候 他自己其实预计 由于那些可能是铁矿石 或者是其他资源的运作需求 是会持续增加的 其实对他来说是有利的 你也想象到 其实中国现在都在搬煤回去 是 而是要来发电的 还有你资源价格 为什么会升得这么厉害 因为大家都在抢资源 全球都在抢资源 所以在干散货的货运需求 仍然会持续的 如果你说航运股 我对于23,23,23我会比较提高的线 好啊